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高祖时期 我家里面的珍珠宝石就能堆积如山 金银饰朴 就能堵塞河流 到现在我这一辈 虽然不像当年那么风光 可还是财大气粗 也正因如此 才被贼人盯上 导致家中很多珍贵书籍被盗 真是可惜 可叹 我一点也不可怜小智了 每次都要把他的家底重新向人炫耀一遍 受不了 诶 我的这身功夫 终于有用武之地了 什么 等我功夫再练一阵成了高手 就能帮小智看家护院了 变成大狗 看家护院 不 不 我家不养大狗 哎呀 什么大狗啊 我说的是高手 我发誓要做武林高手 有高手 是金银笔 喂 哎呀 喂喂 啊 啊 哦 哦 哎 啊 小孩 想要成为武林高手 光考发誓 可不行啊 他是一个功夫高手啊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他的手心里面都是老简啊 只有行家经过苦练 我现在才能有那么多老简呢 他原来就是高手 我要去拜他为师 丽儿 你也去拜师吗 不 我是去找金刀笔 金刀笔 对 那个年轻人身上有金刀笔 应该是离着积水潭不远的地方 小只 我有一个好主意 什么 如果那位大哥真的是个武林高手 那又怎么样 我们可以请他替你抓小偷 嗯 怎么了 嗯 怎么了 我总感觉那位大哥 他怎么了 有点奇怪 有点奇怪 我突然说要是离着积水潭不远的地方 我认识是离着积水潭不远的地方 我认识是离着积水潭不远的地方 所以我认识是离着积水潭不远的地方 上哪去了 刚才还听见有人在这里说话呢 是谁 是高手吗 高手 你在哪里 你果然在这里 我发现你好久了 你都没看到我 当然了 你是高手吗 我还是个新手 怎么能比你快呢 我可不是高手 我的名字叫红叶 红叶 红叶 光听名字就像是高手了 小兄弟 你过奖了 我如果是高手 天下所有人都成武功奇才了 红叶大哥 我也想成高手 你能教教我吗 教教你 这可不能教 为什么 我听说好多武林高手 都要拜师学艺的 你有没有听过一句话 教授 师父领进门 修行在个人 听过 所以你想要成为武林高手 就要先锻炼 努力的锻炼 像我一样 可是我都坚持不了三天 这可不行 你要知道 上天要让你成为武林高手 就会先给你 磨炼 好重啊 我先试试 小兄弟 你的伙伴来找你了 你说什么 小师 你没事吧 没事 没事 上天要我成为高手 我就要先承受魔力 成为高手 先要承受魔力 这是谁告诉你的 是他 是他 是 红叶大哥去哪里了 红叶 对 咱们在市集上遇到的大哥 叫红叶 是个武林高手 是个武林高手 是吗 原来他叫红叶啊 我们分头找一下吧 好 红叶 高手 金刀笔 小偷 这之间一定有什么联系 梨尔 帮我从水井里面取水 好了吗 还没好呢 你要在竹筒里面倒水 然后用手压木头栓才行 啊 为什么咱们取水 还要往井里面倒水啊 因为只有往里面加了水 井里的水才能被吸上来 是吗 娘 我取到水了 多亏了一个叫红叶的小伙子 给咱们家安上了取水的水龙 可省了不少力气呢 红叶 哦 你认识他 不认识不认识 只是觉得名字好奇怪 哈哈 名字 是够奇怪的 不过人倒是好人 而且 志向不低呢 他说 他要做个劫富济贫的人 啊 劫富济贫 是啊 不过拿别人家的东西 总归是不好 我还劝了劝他呢 哦 原来是这样 我要把事情告诉小智 这么晚 你去哪里啊 娘 你要开好家 别招贼啊 哦 说什么呀 这孩子